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聰 嘿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課 我們來看 留著青山債 利寇不怕沒錢買 不怕不怕 股災純我術大公開 我們現金在就不怕沒錢買 那怎麼存現金呢 很多人看一看 真的嗎 我怎麼持飲飽泰呢 我們請教三位 來第一位 老漢中的老漢 林漢偉分析師 潘瑋哥好 仕途老馬 老馬 大家好 那我不知道股災到底該怎麼辦 但我知道最近台灣地震很多 所以你遇到震災的時候 小震災你可以不用跑 大震災你還是可以不用跑 所以待會遇到股災不要跑 我們就今天聽韋太老師怎麼講了 好 老師是以前是法人部的 騎握交易員 也是鄭教徒的講師 所以老漢 其實我跟你講 你不知道他去生長很多的秘密 很多的實戰經驗 哪是這個意思 越講越變態 越變態 很資深啦 不要變態這兩個字 好不好 上次我 你這樣講變態我不舒服 上次講到變態這兩個字的時候 你污染我純潔的心 是我小學三星期第一次聽到變態這兩個字 上次是 那時候是告訴我說 蝴蝶會變態 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是好 可是我們那個攝影師小韓有笑了 來 第二位何姬鼎 古市金城武啦 老師你好 姬鼎老師 龍翁幫 龍翁勞 要怎麼樣才能 勞得青山寨 勞得青山寨 今天我們泰哥會好好的跟大家講 怎麼樣穩如泰山在股市中穩穩的獲利 老師也是 金城老師也是超盤所出身啦 好不好 這告訴你什麼穩穩獲利 第三位 我們今天講師 好 陳維泰分析師 維泰哥好 是 大家好 池影寶泰 匹吉泰來就是要找我陳維泰了 陳維泰嗎 氣死了 你這樣一點氣勢 不是你池影寶泰會變變弱 對啊 那就好 池影寶泰 對啊 我打十個 打十個 打詠春 我完全活不下去 對啊 比詠春大師 對不對 你都沒有那種 我跟你講 泰山崩於泰而設不足 青少年偉泰 好沒力喔 泰山崩於泰而設不足 雖千萬人吳安宜 我們請教 陳維泰分析師 來 師父大家好 好 開始 趕快先打個十個 還是吧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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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十個 哼 哼 哼 骨災不用怕 有氣勢一點 好氣勢了 秀一下 所以現在是永春派對天鷹教對不對 天鷹教 一堆老鷹 鷹王 對不對 鷹王鮑爾 好 天鷹教教主 老師骨災從事室怎麼公開 老師我們看一下 好來來來 最近有沒有覺得 早上9點到下午1點半有這個症狀 頭痛 有 頭昏 頭昏有 倒汗 有 睡不好 有 心跳加速 有 心計 有 噁心 有 沒有胃口 有胃口欸 不好意思 有 因為心裡煩就想吃東西對不對 跟我一樣 好 感到人生沒有希望沒有未來 就覺得煩 就是煩 就是煩 好 有胃口不好意思 真的有胃口 有有啦有啦 那是心煩會的一個 造成的一個 反射動作 好 如果你有的話 哇 那就代表說 只要 前面我們再看一下 前面有10個 8個症狀裡面有4個就中了 對 好 我有4個了 對 如果有的話代表你中毒太深了 好 怎麼辦 怎麼毒呢 就是 骨癌 骨癌症 被股票 被股票綁住的那個中毒 沒問題 被股票得到股票癌症的中毒 對 越來越 癌細胞越來越擴大 怎麼辦 是 移於不開股市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是 這個重點是這些 哎呀 每一年 每幾年好像發生啦 股災啦 老師 我們看一下 我們放大 好 今天這一集 其實主要是要 帶給大家希望 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股票市場裡面 誰想要賺錢 我 大戶想要賺錢嘛 對不對 還有像我這種 散戶也要賺錢 然後呢 公司的話也是也想賺錢 對啊 三大百年也想賺錢 是 到底誰不想要賺錢 誰不想賺錢 所以這個應該是 有志一同的一個事情 是 所以其實為什麼 長久以來 基本上股票市場都是呈現多頭 哦 你覺得說跌了不要怕 好一點漲喔 真的嗎 我們看一下 因為大家都想要賺錢嘛 是 對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過去這幾年來的一個真實情況 首先 1990年 正所稅危機當時下跌10197點 殺的這個是 血流成河啊 跌了10197點 幾乎是跌光光了 可是呢 後來花了幾年時間 大概花了 我們看下面一點點 大概花了三年到四年的時間 又慢慢慢慢的從這個低點 一路漲一路漲 漲到前波段 1998年 這個比較久活 這個也花了 差不多六七年了 對對對 因為他前陣子真的殺的比較重 他還比較重 OK 但是後面就好了 你看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他那時候跌了4834點 可是那跌下來之後 休息了一個一年兩年之後 我們看一下看多久 大概是一年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 對 然後又往上掉之後就走高 空投時間好像越來越短 對沒有錯 2000年好像是最後一次最長的空投 對 當時呢發生了網路泡沫化 .com泡沫 對 .com 達康泡沫 當時呢 嘉年指數跌了6982點 這跌得很快 跌得很快 大概也是 大概就是跌了大概 哇 大概維持要兩年 我記得演藝先生 兩三年的空投 就跨了 跨兩個年度 跨兩個年度 至少兩三年空投 對 好 然後後來呢 又開始從2001年開始 往復往上做一個走高 一直漲到2008年 2008年 以前都兩三年現在空投越來短 對 沒有錯 我有個問題 現在空投已經六個月了 那是不是應該結束了 已經九個月了 可能已經接近尾聲 九個月了 以前空投兩三年起跳 說好說好 現在空投半年 你不要再看一下 股災我們看一下 2011 其實是21150 20160 國中國災有再出現是 2015年 從10032 跌到7203點 是 是 這個也是知道多久 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記得好像是 45678 大概不到半年 五個月不到 對 不到半年 五個月就不到 跌到8124到低點 是的 我就記得你知道嗎 因為那每天我痛苦的時候 我就 金哥 叫那個 刺這個字在自己手上 啊 大跌 金鐘報國 我要賺錢 還是 反親父母 我要賺錢 反親父母 我要賺錢 我真的日期 我都記得很清楚 哦 每天記得 現在每天日期記得 嗯嗯 之前 我已經記起來 我已經起課好 13928 怎麼叫話差 重新 第一點再重寫一次 13466 13466 我覺得 說不定過幾天還要再重寫 哦 希望 阿彌陀佛 我佛之輩 啊是 空頭越來越短啦 對 而且大家有沒有發現 新冠肺炎也很短啦 對 就是 空頭的時間 都是急 但是短 啊 這是什麼9個月啊 媽媽咪 這是其實 因為它從18619開始下跌 可是跌到昨天下 跌到昨天的一個低點 13466來講 已經跌掉5100多點 我換算它的一個幅度 大概是27% 所以這一波下跌已經跌了27% 接近快到30% 對 那你看它之前這幾次 除了那個就是證索稅 證索稅當時的一個幅度 幾乎是過半之外 其實過去這幾次的上漲 然後拉回 其實基本上都沒有 很少超過就是 百分之 30% 百分之30% 很少 有 金融海嘯有 可是金融海嘯 它跌也沒像這次跌那麼久 對 對 所以我剛剛說 其實如果說 我們看到整體的一個基本面 並沒有太大的一個惡化的時候 因為當時基本上 他們都是神經衰退 我們只是成長幅度 稍微有點點趨緩 並沒有到衰退 是 所以我覺得其實跌到30% 基本上其實已經 到了一個合理的一個 修正的一個範圍了 是 OK 這個是我最主要的一個看法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好我們看 好 好 那最近有這個投資朋友 或者是我們的很親愛的福粉 就有來信 他來詢問說 這陣子大跌 他的持股該怎麼辦 他的持股都是一片綠的流 該不該去做一個停順 OK 他有問到這樣子的問題 難怪現在綠油金賣得很好 是啊 廣告也一直在打 好慘喔 那股價來臨時 而且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 比如說看那個 盤中的東升非凡 盤中連線 你以為不知道 你以為是那個綠油金贊助的 你知道嗎 都全部都綠的 是 好不好 好冷喔 這段笑話 好不好 還有我跟你講 還沒有整個綠喔 金融海嘯我遇過 就打開看一下 就是這一天看一下 怎麼壞掉 全部都綠色 咻笑喔 看了過20分鐘 還是綠色 碟停板鎖死 台積電綠色 台積電碟停板 你在開玩笑的吧 好 那時候還是很誇張 好 是你說 對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停損呢 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今日的停損 就是明日的機會 所以要留著青山債啦 對 我們可以試算一下 假設一個股價 從100塊錢跌到50塊錢 就是跌了50%對不對 可是從50塊錢 要漲回100塊錢 等於要漲50塊 就要漲一倍 是 對 所以這就是說 告訴我們說 停損是很重要的 你夜晚停損 它可能未來漲回去 你成本的一個機率 就會越低 老師讓我問一個問題 也比較慘酷了 你今天可能會教大家 比如說 賠10% 20%之後走掉 停損 因為等一下你會教一下停損 我剛才看一下 你會教什麼時候停損 可是尷尬的是 你都說90%了 要漲回10倍才能解套 如果我現在已經停 已經停 已經 股價已經損失超過5、60% 你覺得要建議你 用今天這一套嗎 就是停損的貨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三個停損的一個方法 有一個就是剛剛 說用那個percentage去算 另外一個是從這個 形態的角度去看 那你的意思 我感覺 如果這麼多了 對 就可能先看我們今天 以後下一次的停損方式 如果已經賠那麼多了 不一定要這個時候停 是不是 我的看法是的 是的 如果說站在波浪理論的角度來看 他已經下山了一個坡洞 兩個坡洞 三個坡洞 那就是所謂的低位階 基本上低位階 再搭配到一些籌碼的一個特徵 例如說融資大減 這個時候我就不會再建議大家 這個時候去做一個停損動作 因為你很有可能一賣 就賣在阿呆股 對 好 你可能一賣就賣阿呆股 這是一件事情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老師 所以 這個停損的一個幫忙 怎麼幫助你保住資金 第一個 來 第一個就跌破前低的停損法 我們再去摸底的時候 其實底部 為什麼叫稱之為底部 就是它的一個股價 不會再往下破了 不會再有新的低點出來 那如果說它在跌破前低 代表它的主底是失敗的 那既然主底失敗 它的股價就很有可能 會再往下面 跌另外一個波段 那這時候就要勇敢的去做一個 停損的一個動作 OK 這個就是 如果說你之前在那邊摸底 然後上去你就買進 買完之後 反彈三天 你沒有跑又掉下來 跌破前波的低點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去做停損 OK 這個是第一個 跌破低點的一個停損法 是 跌破低點的一個停損法 沒錯 跌破低點的第一個停損法 第二個 來 好 第二個 這個跌破均線停損法 這其實也是 我觀察到相當多的一個法輪會去做實用的 是 就是說當股價往下 從高檔 拉回回測的時候 這時候然後碰到這個季線 可是季線沒有辦法守住 那甚至直接往下去做一個 代量跌破的話 這時候很可能就會必須要去 面臨到這個停損的一個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季線 它是屬於最近60天的人的平均成本 是 OK 那一旦這個最近60天的人的平均成本跌破的時候 很可能會引發另一波 就是中長線的一個籌碼的鬆動 那這時候也可能會導致股價 出現未來的另外一波的一個下跌 就這時候我們也應該要去做停損 好 應該是停損好不好 所以跌破一個60MA季線嘛 或者是你用月線可以嗎 就季線比較好 我覺得如果說 月線太短了 月線有時候它這個股價稍微 譬如說小型股好了 小型股呢它的股性比較活潑 所以它波動力比較大 有時候一不小心會滑到月線之下 我懂 那時候就常常看網友就說 那我告訴大家 我不要賠那麼多 我每次就5%停損 3%就停損 我就可以 就可以賠 只賠3% 只賠5% 賺50% 可是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反而你有時候停損色太短 你反而容易被掃出去 你會一直掃一直掃一直掃出去 所以停損你也不可以色太快 色太短 色太少 不能這麼少趴就出來了 所以老師覺得季線是不錯的 這個停損法 就是20日線 假設盤中不然跌過 是 看看兩天之後 它會不會有辦法站回去 如果有辦法站回去 那就還好就安全 安全上臉 那如果站不回去 那可能就是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先做檢嗎 好 老師都是講停損 他們會 我覺得很投資 投資沒有 會看不下去 沒關係 等下我們講停損完以後 或者是什麼時候 在進場點 為什麼要補救方法 好不好 我們再講一下 因為 網友們其實最不想面對 現在這個時間點 它就是停損 然後 老師我們看第三個 沒關係 等到以後 有一個競爭賽 不怕沒差 以後遇到這個時候 應該怎麼做啦 是 好 第三個停損法 就是大家比較常常聽到 叫做比例停損法 就是當我買進之後 股價跌跌跌跌到 我的買進成本 20%以下的時候 就虧損20%的時候 我就會去進行這個停損 那有些這個 例如說像投信公司 或七星公司 他們有一些有事 所以我所謂內規 內規就是我這檔個股 只要跌20%以上 不管怎麼樣 它就要先做停損動作 是 投信有些規定 先走再說 對 先停損再說 對 所以你看到 長榮 陽明在跌的過程中 為什麼投信有些一直在賣 是的 而且一直在買 再買的話是因為它要追蹤這些指數 是的 追蹤高股息成分股指數 負實指數 也因為你在賣 不折不停水就在賣 對 所以其實 有時候你看到投信買賣超 它其實是有兩股力道 是 那到20%的時候 有些人就先走 所以 好 是我們三個東西 比例停損法 這比例 然後咧 這個是跌破均線的停損法 是 用記憲來看 跌破前低 好的 那這三個呢 我還稍微補充一下位階的概念 OK 如果說其實是高位階回檔的 我個人認為說 是第二種跟第三種 就是它這個高檔回檔 大概在中間一半的時候 你看到它跌破了這個月均線 或者是季線 這時候基本上 據做停水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因為通常它往後 還有這個另外一段跌幅的機率是蠻大的 這個是在第二跟第三 股價在高的時候 對 第二跟第三 那第一種就比較特殊 為什麼 因為其實第一種它有可能會發生在 股價的中波段 或者股價在相對偏低檔的時候 已經有點跌升反彈嘛對不對 對 它如果說在低 是中波段這邊跌破 但你要做停損是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說已經跌到很低了 例如說最近的 例如說面板啊 群創啊 都已經跌到近值以下 這時候你看到跌破前低 你在做停損 真的好像可能賣到波段低點 我們今天強調是說 哇 你停損的可能 你的股價 你的停損位置 至少在20% 30%以內 你可以考慮用我們這種東西 是的 如果沒有的話 你不是叫你現在砍到最低點 到時候你氣死了好不好 對 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我們看下一個 來怎麼去跌破前波 就要跑 腳麻不跑 變勞煩了 以前套煩了 現在變勞煩了 聽起來很恐怖 好可怕 對好 像這個ABF宅板三雄 支手就是星星店 那前陣子呢 它的股價 在5月份的時候 見到波段高點228 然後往下盤盤盤盤盤盤低 本來這個往下盤低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事情 因為基本上都是 都是比較屬於緩跌的架構 可是往下盤盤盤低 竟然跌破了一個 前次的一個整理的低點 它似乎有點就是 整理失敗的一個情況 那一旦整理失敗 它的股價就再進一步的 往下去做徹底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當時有很多高檔的人 認為不會破的人 可能會因為這個跌破 他們去進行所謂停損動作 那因為高檔這邊橫盤一段時間 就會有一些籌碼 一旦這個籌碼 它出現這種所謂多殺戮的情況 就會有造成現在這樣 後面這一段的一個 往下去做走跌的一個情形 好 有一個機會往下走這個情形 所以你有時候 你該停損就停損 因為是讓你保護你 好不好 但是我們講的是說 都還在初階段的下跌 而不是末階段的下跌 不是去跌一陣子 你在做停損 那來不及了 我們是一開始 我們就知道學起來 我們看下一個 來 好 再來一個也是這個 破前滴嘛 聯勇 對 3034的聯勇 這個是 之前從400多塊掉到300多塊 那很多人說 其實它的獲利狀況也不錯啊對不對 它這邊應該是有機會 在那邊做一個主題 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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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已經底部了 短底越墊越高 因為這邊有一個區間範圍嘛 我們這邊畫一下圈啦 對 這邊畫一個方塊耶 畫一個區域 是 整個 再畫過去也可以 整個 再畫一個長方形 對不對 整個區域 這邊跌破了 對 最底部這邊跌破了 是 可能就有賣壓 對 代表它這個 主題失敗 好 那主題失敗可能就會有 失望性的賣壓會出龍 所以會造成另外一波的一個 股價的一個下跌 這個是屬於在 中段它整理失敗的一個 跌破的一個例子 好 光照我們來看一下 來 光照 2338光照 這個其實是從高檔回跌的 所以好說 它是用這個季線 當作它的一個觀察的一個指標 在高檔橫排一段時間當中 股價突然就是 帶量跌破這個季線 突然是帶量跌破季線之後 季線還出現下彎耶 真麻煩了 季線下彎代表說 中期的趨勢開始有多轉空 那這時候可能就引發另外一波的 停損賣壓出來 好 停損賣壓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中期的一個怎麼樣 中期的一個跌破 移動平均線 跌破這均線的時候 會有一個賣壓出來 好不好 有沒有看現在的股票 來 好 6237的一個華汛 這個 元宇宙相關的概念股 之前也是漲了非常多 一樣 它的高檔盤啊盤啊盤 一不小心 咚掉下來 跌破了這個季線 那跌破季線之後呢 一反彈又再彈 又站不回去 那就會造成另外一波的一個 持續的一個籌碼鬆動 那就股價就會不斷地去做盤低 做盤低 做盤低 而且在盤低過程當中 很重要的事情是 它的成交量 都沒有任何的一個增量 代表其實呢 無無量下跌 對 都沒有人去做承接 跌破季線的時候就該走 這個現在高檔嘛 這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下一個 好 這個是康控KY 這個就差點要下市了 對 那當時股價呢 最高在32.3% 然後往下跌了20% 這個時候當時 你可能覺得好像還好 也沒有跌破這個前次的一個低點 是 但是呢它這個跌了20% 然後反彈站不回去 就覺得說 那之前這個 套牢20%這些人 會不會到最後變成另外一波的一個賣壓產生 是我們放大一點點 這邊跌破20%了好不好 買到這邊最高囉 對 跌破20%了喔 而且這邊就該走囉 對 不然你看喔 還繼續再跌 這高點喔 32.3% 在這邊你要不停損 結果你看 下面好像跌更慘喔 它這邊有38.4算 32.3對不對 然後假設是乘以0.8 就是停損20%嘛 它我們一個停損價 應該就要設到25.8% 25.0% 那跌破25.8% 可能就必須要先做一次的減碼 先做一次的減碼 對 好不好 25.8%先做一次減碼 所以同學朋友來看清楚喔 如果錯過最佳的停損點 你損失反而擴大-55% 對 不然說停損很重要 其實我覺得 老師我要補述一下 這些股票有 我認為這些股票 比如說 你有是一些比較全值股 你可以越晚停損沒關係 中小型個股連說不停損 你會嚴重 因為嚴重的話會嚇事 對 老師你沒有 深咒怎麼樣 你什麼看法 因為我想到 我常常跟大家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 沒有人因為錯賣股票而破產 但是有很多人因為錯流股票而破產 這沒錯 這沒錯 我舉我一個小小的例子 是 而且有些股票是一定要停損 對 有些股票 比如第一個 期貨 期貨你不停損你就掰掰了 就是高槓桿的商品 全證 不能拗蛋 不停損你就掰掰了 對 你知道嗎 我還記得我以前在做停損的時候 還沒插入財經界的時候 做那個全證的時候 是 做到全證的時候我還記得那時候 哇 我還記得那很清楚 我大概 二十幾萬 二三十萬 到最後只賠個 只剩下六七萬 那已經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是 二十年前的事情好久 然後那時候二十萬變六七萬 很痛苦啊 可是你就知道因為那全證嘛 你就知道那個全證 比如說那個目標價 那股價目標價 假設欣欣 那時候欣欣好像不到 不到好像不到六十塊 假設你目標價 這個 旅約價是六十塊 你根本看兩個月後 根本就不可能啦 可是那時候還有價值 你賣了 你還有錢賣 你還有錢賺 還有剩下一些些錢 你還有一些實驗價值 因為你不可能履約嘛 履約價值減沒了 你要到履約沒辦法 你對全證你不得 你看一下算一算 你不可能達到那個履約價 你不剩下賣 不然以後變零喔 對 我就把它賣掉 賣掉以後出去 我會帶我媽媽出去 去巴黎 去巴黎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有點悶悶不樂 回來的時候很開心 因為變零了 真的變零了 我從此又覺得 有時候好像 該 有些高幹感的東西 是該停水要停水 不然你看 帶媽媽去巴黎 不然只能帶媽媽去淡水巴黎 是真實的故事 好不好 有高幹感感要注意一下 老師漢文老師 你永遠是騎我 一些專家中的專家啦 老漢中的老漢 專家中的專家 老師好 因為我想說 其實停損這件事情 對大家來講很難 特別是如果一些好公司 像星星 像聯勇 像台積電這些大型的公司 你可能停損不下去 我這邊教大家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一樣透過衍生性商品 其實可以透過股票期貨 同樣的價位 台積電跌過400塊 你就股票期貨放空一口 你可以保護兩張台積電的下跌 那當台積電如果從400塊跌到350的時候 你股票期貨賺錢 可以把它平掉 那些錢可以拿來加碼台積電 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讓大家不會那麼痛 就可以讓他做一些避險的方法 不會那麼痛 讓他避險 金老師你什麼想法呢 其實我想法差不多 其實停損剛剛講起來是蠻簡單的 但是做起來真的很難 你砍不下去 那如果你砍不下去的話 我也建議就是 你可以增加一個部位 就是比如說空方的部位 那空方的部位你不是真的做空 你只是先做個空 比如說像剛剛漢偉老師講的 先做一個期貨空單 空單之後如果說他 在10天內沒有持續往下跌 再把那個空單回補 記得一定要回補 就像剛剛哲哲講的 如果不回補 那個期貨其實高槓桿 是風險比較高的 風險比較高 有時候一張就剩兩張 如果是股票期貨這方面 好不好 如果你說硬要說可以停損 比較不用停損的 ETF 指數型ETF可以 勉強可以 這種ETF放比較久的 是跟大家講 所以這值得方便要參考 所以這個停損是個 是個哲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學到的東西 不過留得千山賽 不怕 沒錢燒 不怕 沒錢買 不過我們前提是說 當然前提是說 你如果是剛出跌段的時候 好不好 如果已經跌已經倒到對折 30% 40% 我們叫你亂停損 我說老實話 我們也怕被罵 好不好 我們這個教學單元 不知道你有沒有學到的東西 蕭老師 謝謝 所以我們節目很精彩 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要訂閱什麼頻道 是訂閱瘋狂股市福利社 搜尋一下好不好 記得按讚留言 對按讚留言 然後每週一到週五 晚間8點30 一三五解盤 二次教學 然後最後還是誇張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浪年財富free free free 救救我 你不要這麼激動 不要激受我 他的口不是你舅舅 怎麼舅舅你呢 啊 啊 基頂基頂千金 賣什麼 因為 台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金來頂啊 所以我和基尼要千金頂啊 千金頂 他還想要頂千金 他還沒發一次好不好 什麼都不會到了啊 什麼 不是這個你要財富 這些人家也也財富 怎麼辦 啊 掉了 公他 好棒 哦 这真的有 呜呜呜看这擈大褲子 好像 Tian Axel Lun 吹最高 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浮力社 財富FreeFreeFree 小學影片 做孩子快好 謝謝觀禮 瘋狂股市浮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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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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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拳養股市浮力社 增性化症